热闹的九九重阳节庆祝活动 而在门罗基金会 每年逢九九重阳节当月 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九九重阳联合运动会 这一次联合了全玉里区 台东区的工作站以及日拖站举办活动 不仅是让长者跳健康操 也喊出自己的对呼活动相当的热闹 长者手拿着自己做的DIY的宝特皮乐器 边敲打边喊出自己的对呼 正期又有朝气 这是门罗基金会每年九九重阳节的当月 举办的九九重阳联合的运动会 这次联合全玉里区 台东区的工作站跟日拖站举办活动 不仅让长者跳健康操 也喊出自己对呼活动相当热闹 基金会董事长也到现场陪着长者一起来同热 同事长说自己本身也是高龄长者 认为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 陪伴着长者走出来动动手脚真的非常快乐 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健康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鼓励我们的长辈都出来 活动一下金骨 展现他们的活力 也可以贡献他的智慧 我想这个有很多重的意义 透过这些活动设计跟举办 除了可以让长者欢度节日 更是希望增加长辈外出活动机会 既可以联系情谊与增加社会互动 更可以发挥健康促进跟延缓退化的效果 来加强稳定身体的状况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双玉里镇双玉里镇